欢迎您收看CC...哦,no,不对,是文谦的open chat 我从一开始片名就讲错了 为什么?其实是故意的 但是为什么?理由是什么呢? 先告诉各位 我开始这个节目的很大的原因是 我有话想说之外 我发现我有脑部疾病 我每天看书,写文章 做文献世界周报 然后我会把这个文献的open chat 一直做到每个总统大选 虽然体力会累 可是你会觉得你病了 而且所有的医生对你的病都不乐观 因为他就会一直恶化,一直恶化 然后速度就看每个人的福气了 那有的人病得比我轻 就一个错误的诊疗就走了 有一个人呢,像周海妹 他也病得比我轻 结果他就突然昏倒 因为他刚好没有人在身边 没有人急救,他也走了 所以我来做文献的open chat 我看到有一个人写文章 说我啊,这个时候出来是为了要带风向 带什么鬼风向,谁跟你一样 我是要给自己带来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就是说,我知道我一直这样子萎缩起来 讲是休息,可是人会一直沮丧下去 因为我的疾病里头 就有一个东西在我的脑部已经完全不分泌了 叫做压力荷尔蒙 那通常没有压力荷尔蒙的人 或者他光低下就会得忧郁症 中毒忧郁症 然后最后呢,他可能会得恐慌症 我才不要变成那个处境 所以我就知道你有这个病 假设你出现一些沮丧 一点点,因为我最近的剂量变少了 随大于我身体变好 事实上我很容易疲倦 而且会变沮丧 不要沮丧,就出来谈一些你觉得该谈的事情 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 台湾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先来谈乌克兰战争是怎么发生的 我很不喜欢摇旗呐喊的人 我自己小时候摇旗呐喊 不是说我不喜欢小时候的我 我的摇旗呐喊是 我是对抗性的 OK,好 那那个时候乌克兰一发生战争呢 台湾有很多摇旗呐喊的人 媒体一片的支持乌克兰战争 支持乌克兰士兵 甚至完全对新闻没有严格的了解 就随便报道说 他们击退了俄罗斯的装甲部队 在基辅 可是我们明明就看每一个细节 俄罗斯一开始好清楚的就是打乌冬 然后轰炸的地方就是靠近乌冬最大的第二大城市 整个乌克兰地上叫哈尔克夫 然后他就是要把乌冬 那个地方是俄罗斯后裔的那个土地给拿走 包括他上次的克里米亚也都是这个逻辑 然后呢 他声东急西的派了他的佣兵集团去包围了基辅 目的就是让你搞不清楚我要打哪里 那基辅是你的首都 你一定要守啊 所以你就变成忽略了 我真正要打的地点就叫做乌冬 我们看到的明明是这个战情 可是在台湾的电视里头 各种媒体里头讨论都不是如此 然后现在呢 现在有什么电视台出了 文倩的世界主要还在做乌克兰 没有了 因为没有收视率 以哈战争也一样 前面报道了好多 现在也没有收视率 他们也不报道 那我没有忘记乌克兰 乌克兰的人民很可怜 但是让我先来告诉大家乌克兰的故事 乌克兰从16世纪的时候 就加入了俄罗斯大帝国 因为他是东正教的国家 他为了对抗 他现在关系本来很好 最近也不太好的一个国家 叫做天主教大国 叫做波兰 他为了对抗波兰呢 他赶快加入了俄罗斯大帝国 保护我的东正教 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俄罗斯发生了大革命 然后大革命之后呢 他变成共产党上台 然后之后呢 他要成立苏联 然后之后呢 第一个响应说 我要参加苏联的 前苏联联邦国家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 那被称为当地的古仓 也是整个所有条件里头 最有条件独立的国家 所以等到苏联开始出问题的时候 要独立的第一个国家是他吗 也不是 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国家 基督教国家 那乌克兰呢 是后面随着事情 大势头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独立中的 其中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几乎是最后才独立的国家 从1991年 乌克兰独立 一直到我现在讲话的时刻 乌克兰这个国家 他的国旗 大家都记得是蓝色黄色这样子 所以很多蓝花的时候 就以这两个颜色 特别来支持乌克兰 OK好 但是这个国家呢 除了蓝色跟黄色的这两个国旗颜色之外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 叫做贪腐 他每次的革命都叫橙色革命 颜色革命 但事实上呢 不管谁上台都在贪污 这国家很可怕 他独立了很久 他的GDP增加的很少 他的经济发展也不好 因为这个他就赚一个钱 赚什么钱呢 注意啊 他的地理位置呢 就在俄罗斯 波兰 然后旁边是希拉利 然后再过去呢 拉一条线下去呢 没多远 就是德国 所以他赚什么钱呢 他自己本身没有天然气 他就赚这个俄罗斯 走陆地的 天然气的 跟石油的转运站 然后作为一个转运站 这是他最大的一项收入 所以你们还记得的时候 橙色革命 有一个好漂亮的女人 一个漂亮的女人 他绑了两条辫子 这个乌克兰人是长得很好看的 他现在的这个总统 Zelensky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也长得好看 所以当过演员 他那个天然气公主呢 就更好看 这个天然气公主呢 绑了两个辫子 他就是天然气公主 你知道他就是赚这个钱的 2008年橙色革命的时刻呢 当时 那个时候橙色革命上台的政府 就希望能够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普丁就警告他 你可以加入欧盟 因为欧盟是经济组织 你不可以加入北约 为什么 因为你加入北约组织呢 等于形同对我宣战 为什么 因为从基辅 用一个装甲坦克车 到莫斯科 只要五个小时 更不要讲飞弹 所以你在北约组织推到 靠近我的边界 这么旁边 你等于对我宣战 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你记不记得在1962年的时候 古巴危机 美国古巴离DC多远呢 美国就受不了了 古巴变成共产国家 然后他要装设飞弹 美国就说 这就是古巴危机 我不惜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是美国的总统甘乃迪 那普丁的态度 你把普丁的坏形象丢掉 把俄罗斯的坏形象丢掉 他基本上就是 你从地缘政治来讲 你在我的旁边 你直接放飞带 然后对准了 我莫斯科这么近 我绝对不会允许 而讲这个话的人呢 不只是普丁 包括了基辛吉 他不是因为亲俄 他是告诉他们说 你一定要把乌克兰呢 自己设定成一个缓冲区 这样的情况里头 乌克兰才不会卷入 西方北约组织 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然后你被牺牲掉 于是2008年的时候呢 当那时候橙色组织 他们自己就被爆发 他们的贪腐丑闻 总是贪腐 总是贪腐 OK 好吧 他们就申请 要加入NATO 那普丁就警告他们 德国那时候的总理是梅克尔 法国2008年的时候 他的总统是萨克奇 我记忆还不错 很好 我说记忆不错 因为我现在脑袋 不应该记忆这么好 突然觉得承担自己 请大家谅解我一下 OK 好 然后呢 美国是小布希 他刚好发生了金融风暴 他有一点想引起这个地方有冲突 来转移注意力 然后呢 在这个状况里头呢 说不定他声望会高起来 否则共和党一定输光光嘛 他本来有一点这样想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驻俄罗斯的大使 这个大使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个大使的名字叫做 Wallem Burns 也就是现代美国中情局的局长 Wallem Burns是30多年的外交官 他曾经是驻约旦的大使 驻俄罗斯的大使 他也参与了美国和伊朗的 和子协议的谈判过程 在欧巴马的时候 他是副国务卿 所以他是美国外交界里头 地位非常高的 现在去做中情局局长 然后处理俄乌战争里头的和平路线 处理台湾的问题 处理最近以哈战争里头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现在是中情局局长 有的人说他是第二号人物 第一号人物是布林肯 我不同意 我认为他是第一号人物 布林肯是上台面的人 美国现在情报的搜集 战略的拟定 是在伯伦伯斯手中 那这位当时的驻俄大使 他就连发了好几个讯息 给小布希总统 他说你不要认为这个是普丁 我在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 我见到的每一个人 我见到的所有人 我主要认识的每个精英 都说只要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 一定要开打 所以这个是俄罗斯不可退让的红线 这个情况很像台湾宣布台独 中共就一定要开打一样 这道理其实是很像的 所以小布希听到了这个讯息 想了一下 最后呢 在北约组织投票的时刻 他就给个面子 投了赞成票 但全部都不拉比 所以投赞成票的很少 最后由德国和法国联手 把2008年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 否决掉 那这个是否决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的权力呢 还是否决了乌克兰本来要爆发一场战争 使他们可以避开战争呢 如果你是乌克兰人民 你会怎么想 如果十年后的历史回顾来看 他们会怎么说 所以看乌克兰战争 你不要觉得是个远在天边的事情 它跟我们很像的 跟台湾是很像 而且全世界早就说台湾就是第二个乌克兰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两个强国 美国就是北约组织的领导者 他要跟这个莫斯科呢对决 在这个情况里头 乌克兰就是它在中间里头的 最重要的战略位置的国家 那这个战略位置的国家呢 可以被拿来削弱俄罗斯 那这句话呢 还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奥斯顶公开讲的 他说我希望乌克兰战争发生 就是希望可以削弱俄罗斯 美国的战略目标 那美国不希望发生台海战争来削弱中国呢 他当然希望啊 所以这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局面 第二个 完全一模一样局面是什么 俄罗斯拥有的核子武器 美国碰不得 中国的核子武器 虽然数量上俄罗斯差很远 跟美国也差一段距离 可是现在核子武器根本三颗 就你这国家就完了 你不需要达到五六百颗 中国现在呢是三百多颗 可能五百颗马上就到了 将来可以做到一千颗核弹左右 而且是高超音速导弹 那俄罗斯的整个核弹的数量是高过于美国 高一点点 美国是五千出头 它是五千八百多 所以呢 拜登 某个程度 他对外表示是说 我要警告Zelensky啊 如果他去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战争就会发生啊 我要警告他 我告诉他战争就会来 他不信啊 Zelensky在2020年2月24号 俄罗斯正式入侵之前 他说我看不出有任何战争的迹象 这是他的总统啊 可是9月1号2021年9月1号 那个日期很重要 我都把它倒背如流 为什么 因为你是学历史的人 一定要学会的事情 9月1号是什么意思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8月30号 8月还有一天是8月31号 所以隔一天之后呢 拜登就见了Zelensky 乌克兰总统 那乌克兰总统呢 在见拜登之前见了谁 8月26号 他见了梅克尔德国的总理 德国总理当时快要下台了 他已经宣布他不再连任了 而梅克尔呢 就眼看着他所熟悉的地缘政治 要爆发危险 他不希望这里爆发战争 因为一旦战争 德国可以很便宜的 从俄罗斯拿到的天然气就完了 那德国的电价就爆掉了 德国的工业经济就会下滑了 他看到了所有的趋势 所以他第一站就飞往克里姆尼公 跟普丁谈 那普丁算尊重他吧 他过去是东欧出身的 他很了解东欧国家 跟共产国家的领导者在想什么 或是后共产国家的人在想什么 但普丁就很明白地告他 我非打不可 他又立刻地再飞到了基辅 在基辅那里 他就见了泽伦斯基 把普丁的话传话给他听 那是8月26号 9月1号 他去了美国的white house 去了白宫 在白宫呢 就跟他谈 跟巴人见面 谈到他要不要加入北约组织了 你觉得 在泽伦斯基 他当时不过就是一个演员 然后演了一个叫人民公仆的一个电影 很受欢迎 就组了叫人民公仆一样的政党 很像我们的克文哲 然后呢 他当选了以后 他会把梅克尔当大省的话 完全置之不理吗 所以他去白宫见拜登 某个程度 是希望拜登厘清这件事情 第一 俄罗斯会不会开战 梅克尔告诉他会 他要了解梅克尔传达的口信 对或不对 第二 如果开战的话 美国会不会支持 第三 他该不该参加北约组织 美国会不会支持 就是几个问题 都是他要问拜登的 你可以想象 拜登后来 他的幕僚 他自己本人没有说过 他幕僚说 因为那时候拜登很累 他刚刚美国完成了 从阿富汗的撤军 然后呢 整个撤军的过程 一团糟 所以他无心见 泽伦斯基没有谈什么话 这个我不接受 为什么 如果是事实 你当时在外交问题里头 你头痛都不得了 你需要休息了解 那你可以取消 跟泽兰斯基的原来要求来白宫见你 你说我们延一个礼拜 我把它想清楚 我请祝俄罗斯的大使 各方面给我各种讯息 结果没有 然后我就去上这个北约组织的网站 北约组织网站里头呢 六月份 二零二年六月份 就有泽伦斯基去递交 递交 送文件说 我要来参加北约组织 这个秘书长呢 是美国人支持的 他是北欧的人 但是是美国人支持 参加参加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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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参加 非常welcome welcomewelcome 战争啊 二零二年 二月二十四号 俄罗斯入侵 达到现在 到明年二月 就两年了 到现在 离明年二月 也一年有十个月了 北约组织 有让乌克兰参加吗 The answer is No 北约组织 不让俄罗斯 不让乌克兰参加 那后来呢 大家就说 赶快进欧盟啊 这样至少让 乌克兰内部的人 不觉得他们 像孤儿一样 一无所有 欧盟呢 有一个规定 一定要所有的成员管都支持 而香港知道 匈牙利一定会反对啊 这个是根本就 不用想的事情 这个叫ABC 只要了解 匈牙利跟俄罗斯的关系 就知道 他一定会反对 而且他觉得 不是这种仓促法 而过去 乌克兰早就想加入欧盟 他不能通过 欧盟的标准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欧盟要求财政纪律 他做不到 第二个是贪腐 他也做不到 他做不到 他反贪腐改革 那所以呢 最近他加入欧盟 也被卡住了 北约呢 以前那个500亿条歌叫 没想的所在 根本没有了 那为了要加入北约 打的战争 而且他在给他这么多军援 然后还不让他参加北约 我想请问你 这样的盟国 你要信任吗 我只能够说 这就是代理人战争的下场 我觉得乌克兰人民很可怜 他的战争一打 就跑出500多万难民 你有两个角度看这个事情 这500多万难民 很可怜 离开他的家园 没有办法住 第二个 逃跑了 我们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台湾可能有钱人啊 我不知道他跑掉多少 100万人可能吧 50万人可能吧 反正也有一群人会跑掉 他叫难民吗 可能不是 接着呢 他们变成到了其他国家去 在德国 在波兰 都变成当地的问题 波兰收容很多人 德国也收容很多人 结果在他们的国内 都跟他们开始发生了冲突 所以有些人就发现 干脆回到乌克兰 然后就住到乌克兰的西部去 就是我还是在乌克兰境内 我失去了 这个我原来的家园 但是我就去一个 没有战争的地方 可是还是我的国家 因为到了其他的异国 你发现你受尽了排挤 那你看这个像一场戏一样 这个曲子是从大调开始的 很像你们很熟悉的 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熟悉了 你们去听 我觉得是非常好听的一首 就是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 他现在争病 他现在争病 我们台湾在讨论争病 说几岁到几岁 我告诉你是几岁 十八岁到六十岁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四十几岁 你逃掉了 没有什么 六十岁 台海发生战争 六十岁以下的人都要上战场 我以仪仗是深绿的 然后呢 他的女儿呢 就跟他讲说 爸爸 你这边这边 你有没有考虑到台海战争的问题 他说就打 打击打下去 怕一来 刺一来 这样子 OK好 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打 没有 这九十岁没关系 我八十几岁 九十岁 九十岁 九十岁没关系 台湾人 OK 那我只要讲一件事情 乌克兰呢 就因此出现了一个新贪腐 这个新贪腐叫什么 花钱不要当兵 我们知道台湾以前有一堆有钱人 有势力的人 就想办法就是 我这个四眼天机 我这个肌肉受伤 为什么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个问题 我不用当兵 有些人是真的不用当兵 有些人是 自己故意去制造 不用当兵 乌克兰现在是什么 花钱就不用当兵 哎 你没有通过 然后呢 他本来禁止 这些叫义男 就是你是被我争招的 不准出境 他们就再花一笔钱 用卡车把他们载出去 就国家连现在战争到这个状况 都还贪腐到这个情形 然后乌克兰呢 他们军营里头用的粮食 是乌克兰市场 一般在外面农业市场里头 到了市场里去买菜啊 他的粮食价格 军营你集体采购应该更便宜啊 就他居然是外面市场的两倍的钱 你说他贪不贪腐 所以前日他们的国防部一大堆人 全部都被撤换掉了 然后美国和欧洲也用这个作为理由 美国和欧盟都用这个作为理由 说你如果不解决你的贪腐 我们不会再给你军援 但真的这只是一个原因而已吗 是借口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国家 对你的支持 都是一时的 这比男人追求女人 刚开始很热情 后来爱情就慢慢淡了 一模一样 何况是别人的战争 何况人家目的是削弱俄罗斯 那已经达到目的了 从某个角度来讲 美国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 我们叫核子弹机的金融制裁 叫SWIFT 把他冻结所有的美元资产 其次呢 北溪二号被炸掉了 美国的CIA说是乌克兰炸的 美国独立记者Hersh 说根本就美国人自己炸的 因为只有国家的实力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不管是谁炸的 反正德国就是没有天然气了 一号也没有 二号也没有 所以呢 他们天然气从哪里来 就开始从国外购买 LNG液化天然气 那价格就高很多 他不是用这个管子线送过来的 然后卖的最多的就是 United States 就是美国 他买很多美国的天然气 那天然气在当地呢 价格也因此就大涨 那我刚才就讲 什么叫代理人 2020年2月24号的时候 乌克兰战争开始 Zelensky不管去哪个场合 就是英雄英雄英雄 每天头板头条 到哪里去通通都是他 12月的时候 他第一次访问美国 美国的国会议员 大多数的人 民主党的尤其是 站起来为他鼓掌 共和党 有三分之一的人缺席 有一小部分的人坐在椅子上 没有站起来 但基本上还是受到英雄般的怀疑 第二次去访问的时候 还是很受怀疑 最近 12月14号的时候 他去美国访问 他变成一个 落导的 没有战争成果的 一位 我不要说狗熊 好刻薄 从英雄变成什么 从英雄突然了解 什么叫做现实 这不是迪士奈乐园 所拍的影片 他没有任何欢乐的结局 过去呢 美国总统拜登 我帮大家说一下 他讲的话是 我们将会 继续全力提供 乌克兰 所有的武器 不管需要多久的时间 我们都会 支援乌克兰 这是2022年 就像男人对你的誓言 女人对你的山盟海誓 隔一年 快两年 就变直了 下面这句话 是刚刚 Zelensky到美国去 他得到拜登 对他的回应 他说 我们将会继续提供 乌克兰重要的武器和设备 下一句就重要 只要是我们能力所居 什么叫 只要是我们能力所居 你本来不是说 无条件 一直打到战争为止吗 所以请注意 代理人战争 第二个危险是什么 第一个危险 我刚刚前面讲 人家是利用你来 削弱对方 至于你国内 流离失所 死了多少人 多少难民 黑林导的事情 好吗 然后呢 第二个情况就是 支持你的盟国 会厌债 现在美国人 变心的多快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支持乌克兰的人 在美国呢 还占了 60%到70%左右 现在只是48% 支持他的人呢 我从讲这段我讲错 现在美国呢 反对支持乌克兰的人 高达48% 支持的人呢 低于这个数字 加起来只有30% 也就是说将来 2024年 不管谁做美国总统 他根据美国的名义 他都不敢花大钱 在军援乌克兰 乌克兰这一次 到美国去 拿到的拨管的钱呢 是多少钱 他拿到的钱呢 拜登跟 泽兰西都希望 国会给610亿美元 结果最后拿到的2钱 不是61亿哦 3亿 你若是泽兰西 会不会吐血 然后 其实今年8月到10月 所有的盟友 承诺乌克兰的 也只有21.1亿 比起2022年同期 减少了九成之剩 10% 所以代理人战争 就是所有你的盟友 当你第一年 哇 就是 全力支持你 因为你已经 帮他做到了 削弱俄罗斯的功能 然后假设台湾 愿意做代理人 就削弱了中国 然后中国财政就垮了 经济被垮了 swift了 第二年 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啊 我钱不够 我钱自己都赤字危机 那么严重 欧洲现在跟美国经济 都并不好 尤其是赤字危机很严重 欧债危机也不见得 完全被解决掉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呢 一些历史学家就会说 如果乌克兰战败 将会是历史性的巨大悲剧 而且会是一个转类点 因为人们会认为 美国背弃了盟友 可是这个状况 就是正在发生啊 那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美国背弃了盟友 可是如果你从 乌克兰人的角度来看呢 我是被你玩弄的人 我是被你玩弄的人 很可能当时9月1号 2021年9月1号 泽伦斯基见拜登的时候 拜登给了他一定的承诺 并且告诉他说应该不会打 可是拜登后来就感觉说 会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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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迹象写出来 俄罗斯会布局 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几个数字 现在他的难民呢 在美国 在波兰 在斯洛伐克 在匈牙利 在德国 都成为国内政治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觉得 这些难民来太多人 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都成了这一波 欧洲这些国家 移民里头 反对的对象 所以不要以为 2022年人家很支持你 2023年你逃到 人家的国家去的这些难民 人们已经不想给你钱 而且觉得你侵蚀了 他国家的经济 也拿走了他的工作 人家就在反移民 你就是属于 被反对的一个对象 你可以说这是 他们非常狭隘的利益 什么叫狭隘 他从后到后就是 叫你当傻瓜 去帮他打仗的 问题是你为什么 选择了当傻瓜 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从乌克兰里头 学到什么东西 第一个 俄罗斯他无人机很厉害 他的武器也很厉害 你想象说 乌克兰可以大反攻 会赢俄罗斯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个 巴人一刚开始就说 战场只可以在乌克兰 你想象他如果是台海危机 我说如果乌克兰 台湾是第二个乌克兰的话 战场只可以在台湾 为什么会战场只可以在乌克兰 不可以在打到莫斯科去呢 你想还有这种战争吗 以前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轰炸英国 英国轰炸德国 不是这样子吗 怎么可以说是说 英国你跟德国打仗的时候 只可以战场在你英国 你不可以打到德国去 这样的战争要怎么打 根本不能打 一刚开始 巴人就设定了一个情况 就是我美国所领导的北约组织 不卷入这场战争 然后你帮我去打仗 然后你帮我去做难民 你帮我去死人 然后呢 最后呢 我给你钱 到一个程度 我没钱可以给你了 and that's the choice 那是你自己选择的战争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刚才提到 乌军他根本对俄罗斯 不可能有太大的优势 他的士气的确比较高 可是已经搞到 现在我跟你讲了 在乌克兰现在就是逃兵 给钱 然后他的妈妈 跟很多妻子 因为连60岁的人都要当兵 无事只要当兵 所以一些母亲跟一些妻子 已经上街头抗争说 还我的丈夫 这个反战的声音 在乌克兰也已经出现了 不过Zelensky到目前为止 他的支持度本来是九成 现在还是有七成多的支持度 所以呢 基于这个国内呢 认为说 我一旦退却 就是示弱 就是投降 所以要战争的欲望 还是很强 那俄罗斯也是如此 所以大家就认为 这会变成一个长期战争 长期到所有的人 都受不了了 就像阿富汗战争一样 脱了20年 美国就撤军了 可是前一两年 你要他撤军 那个总统等于是给自己打嘴巴 因为是我发动的战争啊 那我不可以啊 说到后来是川普签了跟塔利班 在2020年5月签了一个停火协议 然后2021年的时候就正式撤军 结果呢 拜登呢 没有在5月20号的时候正式撤军 却拖到了8月 他想要911才正式撤军 结果8月 他们就把他包围他的首都 所以他就变成灰头土脸 那在状况 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就要了解 代理人的结局啊 最终结果 第一个 你的对手这么强 我们台湾跟中国打 战场在乌克兰 那到时候战场就在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的飞机 美国给我们的武器 不可以打到中国去 理由是什么 各位想有没有想过是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因为俄罗斯有核子武器 北约组织如果跟俄罗斯打起来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了那台海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也有核子武器啊 那如果和中国打起来的时刻 战场可以打到中国去的时刻 每日都参加了时刻 那不就是世界大战吗 何况中国还有个小老弟叫朝鲜呢 我们两个一起打 然后到时候伊朗跟俄罗斯 大家讲起来 全部一起打 世界变成一个大毁灭战 所以台海危机不是在台湾的 它变成是全世界的 所以为了不要变成全世界的 一旦爆发台海危机的时刻 如果中国打台湾的方法 是封锁战 这是一个故事 如果是武力攻打台湾 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不管是哪个故事 极有可能 美国就会去跟 中国中南海的领导者 就像他跟普丁谈好一个交易 你不可以使用核子武器 然后我限定战场 就是在乌克兰 一样 他跟中南海讲 你不可以使用核子武器 不可以用核子武器来打台湾 不可以用核子武器打 在东海里头 我的舰队 日本的舰队 你不可以动用核子武器 条件就是战场 只在台湾 所以变成无人机飞过来飞过去 飞弹打过来打过去 然后乌克兰今年的春季大反攻 他们本来希望 一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前进15公里 这是我看到DW的报道 就是德国之声 然后他们就去访问了 这个乌克兰士兵 还有结果我们只前进了一公里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 跟乌克兰战争呢 大多数是西方的军事人家 认为说乌克兰 这次春季大反攻 可以说是成果有限 更明白地讲是失败的 那大家就失去支持他的兴趣了 反正是这个僵局啊 那你就继续打继续打 后面的钱没有给你 那至于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那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回来来谈 我为什么要把乌克兰的故事 讲一下给大家听呢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做别人的代理人 然后呢去削弱他的敌人 你自己的下场 你必须自己承担 一刚开始 人们会强烈地支持你 不用多久 第二年 或者不用到第二年 他国内经济出了问题的时刻 他对你的支持就后退了 因为再怎么说 那都是你自己的战争 你渴望的战争 你失去的人民 你失去的土地 那乌克兰当时 为什么泽伦斯基 会选择那么天真的加入北约 而觉得俄罗斯不会打他 到今天是一个谜 但是有一个不是民 是他为什么选择加入北约组织 因为他自己 他身边的亲信贪腐 他当时当选的时候 人民公仆 这个电影演的 就是怎么样抓贪腐 怎么抓贪腐 所以他变成当时 台湾的王建议是包青天 所以人们选他 就是我要选个包青天 来来处理这些贪腐 结果他跑出一个叫潘朵拉文件 这个密件里头呢 就有一堆人 都是他身边的亲信 那所以他在那一年 声望大跌 于是他去参加了北约组织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 他有这个潘朵拉文件 他可能不会想要去打这场战争 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去 参加北约组织 也不会引起这场战争 那就为了他身边的几个亲信 误判这个国际的局势 不了解代理人的下场 然后可怜的乌克兰人 流离失所 然后到其他地方去 刚开始欢迎他们 拥抱他们 现在嫌弃他们 觉得说你来这里 我还不是很欢迎 你这反应 你大通都觉得 变成他们国内的政治 跟经济的问题 那只是乌克兰吗 他也会是下一个台湾 所以有一个美国人呢 他当台湾有个智库 叫GTI的执行长 O'Brien 他就讲说 如果中国要打台湾 第一件事情 就把台语给炸掉 他不管我们赢跟没赢 他就先假设你输 然后就让中国 绝对拿不到台积电 所以先把那给炸掉 那大家听了就 台语创办人我听说 张罗伯听 很生气 也很受伤 因为他自己觉得 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对他讲这种话 可以好 但这个就是呈现出来什么 当他们在思考 一场战争发生的时候 他想的不是2300万人 我们台湾人 他的下场是什么 如果你自己那么笨的 去做代理人战争 他想的是什么 他想的是 哇这个台积电 不可以落入中国的手中 把他给炸掉 这不是美国的看法 是那个美国人的看法 过去这一年多来啊 我虽然在生病 可是也被要求出去 跟好几个人吃饭 一些我觉得 永远不会来台湾的人 都来了 连JP Morgan的总裁 都来台湾 怎么可能呢 台湾那么小的市场 而他们来台湾 都是24小时 旋风搬的来 马上来就马上走 他们只来了解两件事 第一台海危机 有没有可能发生 第二台积电会怎么办 没有了 over 没有人在管你 两千三百万人 你什么什么 我们在乎的谜题 没有了 你台北这个大楼 还在不在啊 你其他人日子过得如何啊 你争兵交的 没有了都没有了 就只有关心 因为台积电是巨无霸 它所生产的晶片 会影响全世界 如果它被中国拿走的话 如果台湾在的时候 晶片运不出去的话 这世界经济 他们说会shut down 所以现在就要他去德国 去德勒斯登 去日本的雄本 去美国两个厂 然后干什么 分散出去 你有台海战争 还得到的事啊 就不会影响我 而且他要去的 美国的两个厂 都是我们讲的先进制程 就是三奈米七奈米的 然后呢 到日本的倒不是 就是24跟48 因为日本比较需要 这种传统的 然后德国的德勒斯登 就是确保 我不会因此呢 这个欠缺晶片 然后呢 至于三奈米七奈米以外 更我们讲的叫成熟 剧品 它跟三星买就好了 所以世界就在这个情况里头 它可以不要台湾了 所以我才会看到 纽约时报的那个论坛啊 Dill Book Summit 这个主持人叫Santus 他非常尖锐的 问了蔡英文一个问题 他问蔡英文说 你让台积电两个厂 都到美国来 而且都是先进制程 他用的是 没有讲台积 他讲chips chips factory 两个都先进制程了 到美国来 这会不会使得 未来中共攻打台湾的时候 中共攻打台湾的时候 无力犯台 降低了美国 协防台湾的意愿 蔡英文以中华民国的总统 台湾的总统的身份 他说 No 不会 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 非常完整的 半导体的生态系统 请问这句话 有回答他的话吗 因为 韩国也有很完整的生态系统 韩国最近还跟荷兰 建立着半导体的联盟 然后美国也在全力发展 它的半导体的系统 台湾的完整的生态系统 人家担心的就是先进制程了 没了 现在也去了美国 所以我就说 那个记者 我在电视上忍不住说 那个记者问的话 他向台湾总统的高度 当然我们的总统的最大的能力 就是人们问他的话 他总是很空洞的回答 这使你也不知道 从他的话里头 要抓出什么重点出来 然后空洞成了他的特色 这七年多来的执政 空洞也成了他执政 最大的结论 然后产业的空洞 AI产业的空洞 各种的空洞 就是说很多事情 白费待举 往前看的所有的产业 都没有基础 都是空洞的 但很符合他的个性 包括他的回答 但是台湾想到 他经常把台湾放在嘴巴里面 然后呢 他勇敢的抗中 这个形象还在的 而且他没有跟中国亲密的交流 认为他是可以被信赖的 但是即使你可以信赖他 你也要了解 乌克兰的例子 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台湾某一个总统 被逼得走上代理人的战争 而我们居然还是支持他的时刻 今天的乌克兰 不是说今天乌克兰 明天台湾是指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中国侵略乌克兰 不是哦 只是乌克兰的下场 将来就会成为台湾的下一个故事 虽然我们比他有钱很多 但是世界对我们的仪器的速度 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太多 谢谢收看今天文圈的Open Chat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旧